有想來看就最近這幾年 草草骨問題越來越嚴重 做產人的損失 會說真的 今年中華管管政府辦收兩 多現金的多當 就有人賺幾百萬塊 現在草草骨在要大價 農委會控檢局 還在加押三兩桶的價位 一公斤收一千塊 有人趕出出 趕緊要來賺多少 保齡人認為這個草草骨 已經大價賣了 要抓它不簡單 這裡有蛋 綠色成這樣的蛋 今年管政府來辦理收 草草骨的男人 不希望民眾利用 有盈的時間來賺多少 還有人全家會都出動 可能效果是很好 民眾也是賺八百 如今草骨還在過年 農委會控檢局 還來補助經費 支持管政府 提出全台灣 為一個黨省涼堂價位 在十一二月這個時間 剛好是成寵的一個休免期 我們在這個時間點 收購成寵以降低 明年度的那個 栗子純項的成熟密度 每公斤收購價格 一千元 一公斤一千塊 到底是要抓多少隻 以草骨的重量來說 每一隻大學 在零點六到零點八公益 算下來一公斤大學 要一千四百隻 不過這樣價格 民眾好像都沒什麼興趣 沒有誘因沒有誘因 那我這一切很難說 我會先試試看 試試看 有夠的過年 我就會去路 涼堂大作戰 狗的機閃 從十一月的 齊起到十二月二十月 每禮拜拜一到拜四 再起九點到 阿波四點 在國鄉 電的市公所 農業庫來在收 不過超過我 受到緊插 會噴出毒藥 建議民眾要做好 萬全的準備 最好是整身庫保安安 還要來掛眼鏡 票面來想想 記者綜合報道